在2022年世界杯,日本队26人打名单中,有多达9人拥有大学足球经理,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一 介绍日本高中联赛的视频非常多,但却鲜少有人去了解日本的大学足球 大学在日本足球体系中到底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日本球员如何做到大学足球和职业联赛的无份衔接呢? 美智国家队球医的主色调往往取自这个国家最具代表性的颜色 在日本体育几乎所有项目中,红色和白色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颜色 足球队却特立足形采用了蓝色作为主色调,球队也因此有了蓝武士这个称号 上个世纪初,日本足球最先在大学之间流行开来 1930年,东京大学以日本国家队的名义参加国际比赛 他们身穿的蓝色制服渐渐成为了日本足球的传统,延续至今 由此可见,大学足球在日本的地位经过上百年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完善的大学足球体系 日本大学足球赛事隶属于日本大学足球协会,下属9个地区协会 分别主办各自的地区联赛,赛制也略有不同 以关东地区为例,关东大学联赛分为三个级别 每个级别12级球队进行主客场一共22轮的比赛 每个级别之间互有升降级 第三级别联赛的最后几名将会降级至县级大学联赛 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质的大学联赛 大学联赛的大部分球员最终都不会成为职业球员 需要在足球和学习中找到一个平衡 那么进行分区,减少主客场旅行距离就会变得非常重要了 以关东地区为例,绝大部分客场旅程都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当日即可来回,不影响第二天的训练和学习 不过因为关东地区名校云景形成了急剧效应 全国各地的资源都往关东地区集中 反而在小范围内形成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地区联赛 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9名大学背景球员 全部出自关东联赛 除了联赛,每年夏天则会举行总理大成杯 大学足球锦标赛 24个宾额根据强弱分配给不同的赛区 通过单场淘汰的形式决出最后的冠军 冬天则会进行全日本大学足球锦标赛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高中足球锦标赛的大学版本 决赛同样由24所学校参加 名额分配与总理大成杯略有不同 此外,每个赛区都有为大一和大二新生设立的新人锦标赛 并且设立的全国性质的全日本大学足球新人赛 如果学校之间的比赛就满足不了他们了 在每年的春天则会进行电装杯足球赛 电装是一家世界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 从1992年开始赞助电装杯足球赛 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全明星赛 电装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各个赛区的球队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 选出八支球队进行小组赛和淘汰赛 第二部分,组建一次全日本大学选拔队 和韩国大学选拔队举行一场对抗赛 截至2023年,日本取得13胜 略微领先韩国的11胜 此外,两年一届的大运会也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 在成为职业球员前 三三星曾经参加过2017年和2019年两届大运会 拿到了两块金牌 如果大学生存时间的比赛已经满足不了一些天赋异兵的球员 那么大学球队还能够参加天皇杯的预选赛 每年都有一大批大学球队闯过县内一选赛 打进天皇杯正赛 甚至击败职业球队 大学生球队在天皇杯上的经验表现 不得不替2017年的祝波大学 在闯入正赛后 他们连续淘汰三支职业球队闯入16强 第二轮更是客场 凭借三三星的梅卡尔度 击败了这一球队先台七夕 2021年8月13日 这连赛第24轮 一名叫做山剑大灯的年轻球员替补登场 这是他的最连赛首秀 六分钟后 他上演了罗本市内切射门 打入绝杀球 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关西学院大学的大四学生 三年前 2018年的天皇杯上 山剑大灯打进制胜球 帮助关西学院大学爆轮击败大阪高霸 表现出色的他成功进入对手的视野 2021年与大阪高霸签下预定合同 以赛校生的身份参加职业联赛 这就是职业联赛独特的特别指定球员制度 能够让还未毕业的高中或者大学球员 临时获得参赛资格参加职业比赛 职业球队可以通过这种形式 让年轻球员了解到职业联赛的激烈程度 以及帮助他们思考 自己是否愿意继续成为职业球员 2022年 毕业后的山剑大灯正式签约大阪高霸 任何一个成熟的联赛 除了极少数天才球员 清训毕业生想要进入一线队 都是非常困难的 他们只能在预备队联赛继续锻炼 等待一线队的机会 由于没有成绩压力 预备队比赛的强度和锻炼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另一个选择是外租 有些球员在外租中获得了比赛经验 更多的球员在连续不断的租界中迷失了自己 毕竟并不是所有球队都愿意尽心尽力的培养别人的球员 大学联赛恰好成为了清训和职业联赛之间完美的桥梁 日本顶尖的大学球员每年能够参加30场以上的高强度比赛 而且还具备运动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 能够无份衔接职业联赛 日本职业联赛对球队的财务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 球队不允许连续三年赤子 很多小市场球队收入有限 必须要在球员方面减少开支 年轻比赛经验丰富 而且还便宜的大学球员成为了非常好的选择 如果踢的好的话 还能卖给高级别球队再赚一笔转会费 仅仅2022年一年 位于私生县的流通经济大学 就有12名毕业生签约职业球队 在炎花缭乱的大学足球赛事里 我发现了一个叫做独立联盟的赛事 关东联赛三个级别总共36支球队 但是关东独立联盟却拥有两个级别 8个小组将近90支球队 独立联盟不允许各学校的一线队队员参加 而且每所学校可以派出不止一支球队 如果足球社人数超过50人 就能够派出两支球队 超过100人则可以派出三支球队 简单的说 就是给那些仅以足球为爱好的普通学生 有一个参与足球的机会 让每个有天赋的人有合适的上升通道 同时也让每个热爱足球的人 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或许就是日本足球最让人羡慕的地方